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不要三心两意 不要三心两意 有时候短线的波动难免 因为人心各异嘛 一样米养百样人 大家想的不一样 所以行情起起落落是正常 一个主趋势 才是最重要的 好 昨天晚上欧美股市的表现 欧洲继续涨 美国是持平小跌 配成半导体 大涨0.7% 那其实 欧美股市 目前的格局 还是要跟大家强调 也是在相形里面 欧洲也是一样 欧洲昨天会涨是因为怎么样 因为昨天欧洲央行开会 央行开会的会议记录里面 重申维持基本利率不变 还是付的利率 目标还是以通膨的2%为目标 为了要达到2%的通膨目标 不排除QE 到时候明年3月份之后 到期之后 可能会再扩大跟延续下去 所以昨天欧洲的银行股 尤其德国的德意志银行 在美国挂牌 涨了3.6% 苏格兰的皇家银行 昨天涨了2.6% 只要跟利率有关系的 银行股都是首当其冲 好那你看一下德国 也是还在银行里面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一直跟大家讲 这个银行还没走完 至于会走到什么时候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们在明天礼拜六 早上中立下午台北 有两场 技术分析的试听班 我们这次全套技术分析 在10月29号 就是阿礼拜啦 会有两天的课程 那因为内容很充分 那礼拜六的试听班 我会教 简单的时间密码计算 交完之后再订证 你就知道会什么时候 整个盘局会结束 所以现阶段整体来说 还在盘局的范围里面 美国股市昨天虽然跌40点 可是 昨天 昨天油价当然也跌2%了 所以昨天油价是比较弱的 昨天美国股市比较强的 像 美国万通银行 万通是什么 万通是全球最大那个 信用卡的发行公司 美国万通 昨天财报发布 一天大涨9% 那反而 Ebay电子海湾 就是做网路购物的电子海湾 昨天发布财报 之后大跌了10.7% 那旅行家集团 旅行家集团是美国比较大的保险公司 昨天也跌了5.7% 所以可见得美国股市其实 跟指数都没关系 完全都跟个股的财报 你看前天intel也大跌5% 所以完全都看财报而已 这个跟林特叶所预告的行星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台北股市也是一样 今天亚洲股市目前普遍都是平盘 刚开盘而已都在平盘 台北股市比较强 为什么台北股市比较强 被尬到空单嘛 尬到空单嘛 外资台子期进多单 85303口 昨天又增加1334口 可是散户看空 散户看空 做空 选择权做put 都被尬上去 你让外资有尬空 跟尬空手的一个企图之后 台北股市相对是比较强的 可是量不大 600多亿 可以感受得出来 很多投资朋友不敢买 加上国际股市还是相形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啦 台北股市虽然比较强 可是要独自的冲出去 其实也是蛮吃力的 所以总的 你如果不是做指数的人 你重点就回来个股 重点回来个股看就好 回来财报的焦点 完全都跟财报有关系 你财报没有好数字的 没有用 财报没有好数字的没有用 范围焦点我已经帮大家浓缩了 你看我在上礼拜已经提供给大家 六档财报标股 这里面最下面一帐 第六支九威 6116九威 你看今天九威又大涨了 已经68了 我们上礼拜抹的时候再抹53块 我记得了 上礼拜抹的时候再抹53块 我记得了 上礼拜抹的时候再抹53块 我们在这天说 这天抹的 我前两天开始送资料 这天开始买 涨停 涨停 整理两天 再涨停 再大涨 那你多少啊 变大涨了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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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说还有 你这样想就知道了 年车两个月营收历史最高 第三季 季增 40% 年增 50% 简直也当贪到七口银 这个不是烂公司 我挑的公司 绝对是大公司 绝对是好公司 简直探七口银 更重要的是 股价在低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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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这样去买高 我是低档的股票 大股东持股 更高达75% 你看董事持股这么高 对 记者投资 董事持股高达72% 再把其他董事加一加 超级75% 总股本才3亿而已 75%在大股东手中 这个跑起来但是很快嘛 但是很快嘛 另外 细创 8016的细创 昨天也动啦 昨天细创也动啦 整理5个月之后喷出去 细创也是相当不错的公司 9月营收 8月营收 8月营收 连两个月都是历史新高 包含第三季的营收 也是历史新高 去年细创大概赚7块钱 我跟你讲细创第三季我估 大概2块4 2块半 全年超过8块半以上 获利会创下公司成立以来最好的一年 那获利是公司成立以来最好的一年 股价5个月没有涨 这个当然是要冲嘛 这 有钱不赚 真的是对不起国家 有钱不赚对不起父母 有那么好的机会 为什么不做呢 新和也是啊 随时会冲出去啦 又打了一个双底了 新和也是 但是 连续9月份营收历史新高 成长性都20几% 你看前三季的盈利 前三季的营收 有高达7.2亿 7.2亿也是创历史新高 新和今年美股获利 这很好的公司 一年都5块6块 今年最起码也是6块钱起跳 那北比都不到10倍 这个两根大量 61块钱如果过 61块钱就噴出去了 因为整个大量这两根 现在只要消化掉 今天最高到60.8 就差那么一点点而已 这个随时都是会噴出去的股票 对包含 你看一些财报表股 2330的台积电 创新高 当然这人起床啊 我不是叫我去买这个 我是说财报发布之后 有好成绩的 不寂寞 那这种涨高你不要去买 你要买 类似台积电还没涨的时候的股票 1326 台化 财报发布之后一直飙高 这个就是财报行情啊 这个就是财报行情啊 对你看我们的股票 5469 汉与伯德 哇 再细口里啊 我们讲多久了 一直噴出去 一直噴出去 我们从站上年纪就开始一路讲了 最近开始一路噴出去 因为9月营收发布出来之后 9月营收20个月新高 前三季的营收 是7季新高 法人估计光是第三季就可以赚8毛钱 0.88 那如果0.88的话 今年 搞不好会有2块钱喔 反正有能扣赢喔 那如果一家赚2块钱的公司 净值27 股价只有10块11块 笑死人了 这就财报什么厚 你如果让他来到净值怎么办 如果一年赚2块 回来净值 那你是要赚一两倍的公司啦 我们从10块钱买之后 已经40%喔 我跟大家讲过 至于高屁 起码抢5成以上 已经4成喔 已经适成喔 现在在加速 聪明的人喔 纵使现在 到净值27块 还是有一倍啊 你怎么知道净值不会来 净值是公司的基本价值啊 你怎么知道净值不会来 那如果真的来净值呢 是不是还有一倍 是不是还有一倍 1262 绿月又创新高了 176了 又创新高了 你含全算下去 哇更可观 我从106开始一路 讲到现在每天都讲的股票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买 我不知道你有买不 我希望你有 你每天看我节目的中时 听众 中时观众 我每天讲你都不买 那你看干嘛呢 是不是 当然到这个地方来 我就不建议你再去追高了 我们上礼拜 我们上礼拜压魂的时候 147 有机会我们就加码 你按147加码的今天 176 那30块啊 快30块钱啊 也是很棒的啊 是不是 3548 照例 照例 你看我们每天 大概不止耶 上半年就已经3块7了 3块8了 第三季大概有2块4 2块半 所以光是23季就5块钱了 所以今年搞不好8块钱耶 8块钱的公司股价在60 已经低于现金正值的价格 这个其实都是好机会 我们今天来谈 1340的圣月 圣月我讲过很多遍喔 今天圣月开始动了喔 好 圣月今天开始动了喔 我的高口息了喔 为什么今天我要特别谈圣月 我最近这几天 连刷几天我一直跟大家提醒 野村证券一直在买 有没有 这是涨25的 野村买477 19号的买161 18号买240张 17号买913张 14号买313张 13号买358张 12号买178张 OK 总共连买6天 买进了2300多张 可见得人家 野村证券锁定 他一直在买 那我觉得 我跟大家讲过 为什么人家野村会 去看上这一家 因为这家公司 今年每股获利 有8块钱起跳条件 一年贪八块 还给你压力下到50块 当然可以买嘛 是不是 这是第一个基本条件 第二个 你看昨天 昨天盘后交易里面 你知道昨天 剩月 外资买进 3500多张 一天新高楼 这2千张而已 为什么买3千张 因为盘后交易 盘后交易 外资 大买剩月 在58块钱 大买了3千多张 盘后大买3千多张 也说外资 盘后交易 3千多张成本 是在58块钱 那股价就更不可能 破58了嘛 所以今天开盘之后 剩月就开始上来了 就开始起来 这支钩票 只要60块钱平台 再占回去 60块钱平台 再占回去 会叮咚喔 这支会叮咚喔 你要注意喔 你要注意喔 好 操作不顺利的 那你能帮你 每年10月到过年到2月 都有一波千点的行情 行情正在进行当中 你不想做 你能带你做 股票市场是实机材 有机会 你要加油 不要等到机会跑掉了 机会没有了 你才想做就来不及了 就来不及了 那礼拜六 早上中立下午台北 技术分析全套课程的 试听班 大家要来报名 现场听完之后 觉得不错的 你可以报名我们 29号的全套课程 开课 接下来到这里 祝你操作顺利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省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